素食店登臺滿四十週年 特別選在全臺的第一間分店 要慶祝四十歲生日 氣氛可說是相當的熱絡 為了要拓展客源 也推出不同戰略 像是有的業者 引進了Y2K風格 還有的跟動漫聯名 張力十足的戰鼓揭開序幕 二十八日的素食店 有場不一樣的盛大慶生趴 他們是請我們今年的代言人 蔡依林為我們設計的蛋糕喔 六七年級生 熟悉的大鳥姐姐乃希大哥也回歸 原來是素食店要慶祝登臺四十週年 二零二四生日願望曝光 是要繼續展店 來到全臺四百二十一間 當然就得提升行銷戰略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過 其實素食店有個隱藏版服務 的餐點到勞起慢用 原來素食店也可以有專人送餐到桌 這樣就不用傻傻在櫃台 來等待叫 身穿粉色制服的款待大使貼心幫你服務 素食店的二點零電型也走不一樣的裝潢風格 從原本的明亮轉為溫暖柔和 就要讓你感覺這裡不是假丑霸的素食店 而是一間餐廳進而提升客單價 色調整個很溫暖 對然後就跟以前的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就給人很舒適的感覺 就想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素食店拼轉型 除了麥當勞之外 摩斯也跟航海王聯名還為愛吃肉的乳夫 打造了黃金炸肉餅 肯德基則把金沙加進薯條跟炸雞 在過年過節創造話題 都要在激烈的餐飲市場守住一席之地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下一個早就要在過節創造